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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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两个人随后就甜甜蜜蜜地开始合照 小巴哥顿时觉得满屏幕都糊满了甜到忧伤的虐狗大猫 他推我头 我被家暴了 有幸围观了这个家暴现场的网友们都在评论陈冰甜到没眼看 而已经被闪瞎的小巴哥现在只想赶紧去打一针遗党素 来抑制一下受到的暴击伤害了 最近李小璐的眼皮上了热搜 大家发现他带着女儿甜心做直播的时候 标志性的欧式大双眼皮变成了三层眼皮 看起来更加醒目 而一直在旁边用小奶音刷存在感的心也 还是跟从前一样 三句话不离他心中最爱的小哥哥王源 不仅跟着妈妈做直播要提爱豆 在爸爸贾乃亮直播他弹钢琴的时候 心也也是别瞎老妈在一边 用一口东北枪大喊王源 还不停地向镜头热烈表白 心也这迷魅力真是刚刚的 那我喜欢王源 王源可可爱了 我最喜欢王源 朋友们 大家看到我的家里地位了吗 真的 王源啊 这算是对你的表白吗 真是 那你要在这跟王源 王源哥哥在对那 王源哥哥 我在 我在给你 我在给你 正巧李小璐最近跟王源一起参加的新综艺青春旅社 昨天曝光了新海报 李小璐身穿白体短裤十分少女 王源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青春美少年气息 这一下亲爷不用担心王源哥哥听不到你的表白了 妈妈一定会帮你当面转达给爱豆的 昨天某电器品牌公布赵丽颖和林更新称为新近代言人 秀岳夫妇这么快就再次合作了也让网友们十分兴奋 活动现场最近刚捡了短发的银宝穿着一身白色蛋糕裙 惊艳亮相 除了标志性的甜美笑容 还多了几分干脸优雅的女人味 而一身黑白灰休闲打扮的小鑫 依然十分情难 作为酒意少女的梦 小鑫不仅处于了得 还认为洗碗这个活应该男人来做 女人的御守不适合用来洗碗 也是real的男人 早就听说你的厨艺不错啊 不敢当 不敢当 对 顶多会做而已 你们家里都谁洗碗 原来跟我父母一块住的时候 就是现在是可能自己住的比较多 跟父母住的时候 一般家务活不都是母亲的吗 对对 但我也觉得洗碗这个活一般要男人来做 我觉得那个女人那个手不太 洗碗不太适合 苦盼着楚桥2的同学们别着急 除了这次合作为品牌代言 英宝和小鑫最近还合体为 剑侠情缘手游 拍摄广告片《网游镇》 片子即将在10月发布 新海报已经出炉了 画面里的小鑫还是一个潇洒公子 英宝也还是一个惹人爱的小姑娘 搬好小板灯 等着看星月夫妇的第二次吧 最近《使徒星之2》开播 杀人如杀鸡 那年花开也是花池发便当 许多观众看后直呼太刺激 其实不仅现在的电视剧 许多老剧里的死法 比这些更草率更离奇 有自杀的他杀的 还有真的被雷活活劈死的 赶紧跟着头条群去看看 这些年电视剧里的花式死亡大法 最近头条群追我大企鹅热播的 《使徒星之2》 刚看两集就被这杀人如杀鸡的气势 惊到了 异常爆炸 叫我们玩抓狮子游戏啊 对啊 好啊 想不想学啊 怎么玩啊 哎呀 其实最重要的是抛高一点 紧接着枪战车祸拿刀砍 专眼间警察握力加推帮 已经十多人下线 再看看那年花开月正元 那也是接二连三的发和饭 沈大少领 沈大少领 沈大少领完 吴大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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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少领完 吴老爷领 吴老爷领完 吴三爷 吴三婶 一起领 还有还有 吴小姐 赵打人的和饭 是不是也快热好了 剧组发和饭跟不要钱一样 不怪观众们吐槽 这也太刺激了吧 但其实吧 跟头条军我一块摘下 时代的滤镜 你就会发现 老剧里的死法更离奇 编剧们奔放起来 根本就不讲道理 比如娘娘蒋新 当年在古装剧里 演一个丫鬟 名叫胖妞 听小姐说了一句气话 主子 你让卢比怎么样 你才能不生气呢 你不是想死吗 那你就死好了 蒋新就骑着马 光光就往山地上砸 于是真的把 带了 带了 让头条军看到 拉格朗日萌圈的 还有歇见伊里 纳靳圆这一家子 当年看的时候 一把鼻涕一把泪 现在再来看 这明明是 非常不讲道理的碰瓷 人家拜月教主 那就是救了你一命之后 顺带脚想找你帮个忙 我想阿七小兄弟 上鼠山 把李逍遥 和赵灵儿 请下来 你说你不帮就不帮呗 人也没说啥 也就抱怨了去 这对我来说 根本不公平 然后这一家的 就争先恐后的自杀 弄得这半月教主 是一脸疯逼 干啥呀干啥呀 这是干啥呀 不就是让你帮个忙吗 不帮就不帮呗 这咋还碰瓷上了 比前面死法更草率的 那就只能是 随堂演义里的李源霸 这位少年吃饱了撑的 挑衅老天爷 然后一个锤子扔上去 那就一个锤子掉下来 李源霸 Ot 李源霸 Ot 与随堂演义一脉相承的 还有岛国神剧 《勇士闯魔城》 反派们的死法 一个赛一个闹着玩 拿着毒到嘚瑟呢 一个不注意 居然就舔了上去 放完狠话吹毒烟 然后他们就都带了 碰到这样蠢萌的反派 脱条君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说以上死法 属于熊孩子作死 武侠里的大反派 只能说死于太强 就因为真子丹 金城武合伙都搞不定他 编剧居然安排 他被雷劈死了 呃 此处只想代表 所有观众问一句 另外大家要注意 不是说只有雷劇 才敢带的离奇 带的时尚 天下粮仓 虽然长得一脸正确范 那玩的也是很开的呀 女主角的变的方式 居然是把自己 融成一根大蜡烛 韩月去哪了 找到韩月并不难 在哪 在这 在那里头 看着头条军 我是色色发抖 哎 总而言之 一句话 只有你想不到的死法 没有编剧想不出的死法 古往今来的电视剧 有一万种方式 挑战你的想象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有什么想聊的 想说的 请跟我们留言 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明天早上七点咱们再约 拜拜